黑色轿车经过路口似乎没有减速 直接撞上一辆机车 但另一个角度的镜头却拍下开车的驾驶 默默下车直接离开 几分钟后短袖商医男子跑过来事故现场 但他不是要来帮忙处理车祸 要帮朋友顶罪 机车被撞倒 骑士重摔在地 幸好只有受到轻伤 警方到场处理 这名短袖男子工程师开车没注意 不小心撞到人 但警方为了厘清事发经过 凋于监视器才发现驾驶第一时间就已经落跑 眼前这名男子根本是事后才到现场 原来他把这辆黑色休旅车借给朋友 才过一个多小时 对方就说他出车祸 才会赶到事故现场帮忙顶罪 事发在新北市卢州 遭撞的60岁失信骑士 凌晨4点多从巷子里骑往路口 号制是闪黄灯应该要离让 疑似是没注意车况冲出来才会遭撞 但没想到黑车驾驶竟然肇事逃逸 还找朋友 帮忙顶罪 警方根据手机号码追查 肇事驾驶用别人的身份半门号 根本找不到开车的是谁 车主也交代不清 但肇事车辆登记在他名下 不仅要负责赔偿骑士 也被以顶替罪判拘役30天 可以一颗罚金 意气用错地方让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TVBS新闻刘亦敏光影新闻新闻新闻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都没有开启通知小铃铛 好